哈喽大家好,我是小妖,一名城河无数,吃鸡全靠躺的骑女子 最近收到小伙伴的私信,说有人把马沙拉蒂给开到了出身岛 问我敢不敢挑战 这...马沙拉蒂我是没有,谁让我都拿来买吃的了 但是挑战还是可以做一下的 那接下来就请收看,小妖挑战秀 那要想完成这个挑战,首先我必须要有一艘船和一个小轿车 其次就是尽可能的多袋机桶油和足够多的回复新二指药品 然后我需要先把船停在N港的这个停靠台这里 那经过之前几十次的失败经验来看 最好还是让船尾挨着停靠台 并让船尾和停靠台保持两到三米的距离 这应该差不多了 那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一步了 把吉普车开到船上面 我觉得这应该也是这个挑战最难的一步 首先得小心翼翼的让吉普和船处在同一条直线上 如果稍微不注意就会像这样 卡这了 那前面坐的也就全白费了 第二要控制好车速 如果车速太快的话就会直接 开水里了 车速太慢的话 可能就挂在船尾巴上了 虽说这样也可以运走 但它掉下来的风险有90% 而最稳头的方法就是像这样 把车停在船的头部 但这样也有一个缺点 吉普会挡住我前面的视野 我只能通过地图上的方位朝向来判断我前进的方向是否正确 那经过长达三天三夜的水路行程 我也终于是把吉普船运到了畜生岛 那这次的挑战 小妖也算是成功了 有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试试哦 当然如果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挑战内容 也可以留言评论区哦